妈妈是伟大的呀 妈妈也只有一个妈在家 就在妈不在了家都没了 2017年12月25日是2点左右 湖南上一张线一个小区天空 拍到这样一组画面 一个穿红衣服的男孩 追打一位身穿花外套的女士 两人被拉开后 女士到一个石板洞上坐下 仅仅两分钟后 该女士突然升起前倾倒的身亡 小区趁家引发意外穿红色 衣服的男孩49岁的小涛化名 事发前她因口角 与另一男孩小区化名打了起来 而倒地的女士 则是前来趁家的朱昭梅 25日上午 朱昭梅与女儿小怪外出买东西 碰巧遇到好友邓美丽 朱昭梅便与女儿分开同邓美丽 到小区住林堂聊天 此时 两人发现了几米远处 正在打架的小涛和小郡 当时小涛正骑在小郡身上 拿石头砸小郡的脑袋了 因怕小孩下手 眉心重出一白 朱昭梅与邓美丽便上前进行劝阻 听到两人的劝告后 处于弱势的小郡很快离开 但并无法受益似的小涛却试图继续追赶小郡 看到小涛如此不听劝 朱昭梅便将其按倒在小区篮球场的围栏上 并说了他几句 谁知这一行为激怒了小涛 小涛随后开始对朱昭梅拳打脚踢 看到朱昭梅在追打 一旁的邓美丽和另一男子 赶紧拉开小涛 这时小区保安 王师傅前来了解情况 朱昭梅坐在石凳上向王师傅说明事情经过 朱昭梅越受越气愤 掏出手机给大女儿小慧打了一个电话 让其打110报警 然而挂断电话后没多久 朱昭梅突然身体嫌轻 栽倒在王师傅面前 朱昭梅倒地10分钟后 救护车赶到现场 但这时他已经无呼吸 无心跳 无脉搏 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 依然未能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谁该为朱昭梅的死亡 负责朱昭梅死亡当先 当地公安局法医从他身上发现一瓶鼠孝就先玩 这瓶药丸 也许双方就谁该为朱昭梅的死亡负责引发争执 看到朱昭就先玩 肖会承认 母亲三年前确实在医院检查出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但这不过是老年人的常见病 只要细心调养便无大碍 何况母亲已向住住身体保养 出世前几天她与母亲同去张家界爬山 母亲也未出现任何身体原因 肖会认为 若非小涛追着母亲拳打脚踢 出门前无认何身体不是征兆的母亲根本不会发生此次意外 小涛应该为母亲的死亡负主要责任 但小涛的父亲却对肖会的说法很不认同 他认为朱昭梅的自身疾病才是导致这次死亡事件的主要原因 小涛父亲觉得朱昭梅既不应该明知自己身体有病的前提下前去劝驾 也不应将小涛按照激怒小涛 双方各居一词互不退让 当地司法所 派出所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 多次就此事召集双方调解 军已失败告中 2017年12月29日 在朱昭梅死亡后的第四天 她的两个女儿 向湖南上以张宪人民法院 递交了起诉状 将九岁的小涛和她的父母购到法院 要求小涛的监顾人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0多万元 法医鉴定结果法院受理此案后 便委托司法鉴定 所对朱昭梅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以求查明朱昭梅死亡的真正原因 经过鉴定 法医认为 虽然朱昭梅手背和额部有些许伤痕 但这些都不足以致命 朱昭梅死亡的直接原因 是死者心脏主动卖攻破裂 法医分析 朱昭梅事发前已患有主动卖加层动卖流 这种病表面上看不出有何异常 但情绪波动时 血管流会引发血管破裂 导致心包填色死亡 而这种疾病从病发到死亡 只是短短一两分钟 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通过对监控画面的梳理 法官认为 小涛的追打行为 足以引起朱昭梅血压升高 是造成朱昭梅死亡的一大诱因 因果关系确定后 法官对朱昭梅的死 进行了责任分配 小涛的代理律师认为 朱昭梅因为自己的死亡 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作为一个对自身行为 又预见性的成年人 应该预见到劝阻一个 年近9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 可能出现的危险后果 更何况 小涛本身并不知晓朱昭梅的身体状况 而朱昭梅的代理律师则认为 身为小区文明学导员的朱昭梅 无论中自身义务 还是社会道德方面来看 他的劝下行为都无过错 朱昭梅自身虽幼病 但小涛的追打 才是造成朱昭梅发病的诱业 小涛需要承担 其实百分好的责任 2018年4月16日 湖南圣银昌县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对于朱昭梅的死亡 双方应该承担50%的责任 根据朱昭梅方给出的 共计70多万的损失 小涛及其父母因赔偿朱女士家人 各项损失36.6万多元 小涛父母对以昌县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不符 于2018年6月28日 向湖南上春秋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经过审理 法院驳回了小涛父母的上诉 维持原判 普法时间Q1 小涛对朱女士的死亡要不要负责 负多少责 这类问题 咱们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A1 我们国家对于侵权责任这部分的规定 行为人因为过错 造成他人的民事权益损害的时候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就这一点来讲 大家的通常解读认为 这个侵权责任的构成 需要有四个要件 分别是侵害行为违法 当事人有过失 造成了实际的损害 实际损害和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但是事实上 在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头 判断各个要素都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这个因果关系的判断就更加复杂 每一个实际案例出现后 对法官来讲因果关系的判断都是一个考验 像这个案件当中 单独一个小孩的圈打脚踢 可能对一般人来讲 不会造成死亡的后果 同样一个人自身有疾患 如果没有案例介入 他也不会直接死亡 自身有疾患 然后对方又有 将害行为 在造成死亡后果的问题上 这两个因素结合形成一个 同样的一个损害后果 多因异果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 我个人觉得现在法院里头 认定个承担50% 这个还是能够接受的 网民和冷静的好处 在于他不会那里用半生的时间去懊悔一时的冲动西小编 王淑敏维护宋小军主编王姓敏 安静来源 今日说法节目 全家记者切金博扬帆